捐赠仪式10日上午在福林宫举行 园林、蒲昕、永静、田围等五乡镇受捐助的独居老人 也特别拿香拜拜感谢妈主 主办难为是将肉松、米粉、牙膏等日常生活用品 送到各独居老人的手上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大家很照顾 你今年几岁了? 百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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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空间 你觉得你想需要什么 我们社会给你盗杂冠 大家很照顾就好了 所以寒冬送鸾 给他们这些老伯母 他们这些独居老人 有一个温馨的入冬来的感觉 六妈会每年的老祖 都很用心 都给他们准备这些 米粉、肥膏、肉酥 还有一些雨伞 怕老人家拔桌出门 或是留乎什么 可以做乖 那天可以吃日子 然后可以吃日子 福林宫六妈会表示 本人妈主大爱的精神 长期来六妈会就相当关怀社会的弱势 和红道老人基金会合作 今年已经迈入第三年 希望透过活动 抛砖引玉让大家更加关心独居老人 红道老人基金会表示 虽然经济不景气 但民众的爱心不减 今年特别感谢福林宫六妈会捐赠物资 协助独居老人 让独居的老人也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